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的 以后啊 家里的油要是吃完了 我马上叫我侄儿给你们送过来 他有那个小货车经常来城里给你送油 挺方便的 许阿姨笑得开怀 眼角笑出很长的几条皱围 我家晚饭吃得早 六点钟不到就开餐了 许阿姨正好没有吃饭 赶上我家饭点 被我妈热情地拉下一起吃 一边吃一边聊天 气飞愉悦 我已经好久没有感受过这样的热闹了 吃饭吃到一半时 许阿姨突然转过头看向我 笑着喂 露露 听说你找男朋友了 是真的吗 我愣了一下 有些尴尬地看了我妈一眼 其实说男朋友还早了点 毕竟我相亲还不到一个星期 那人叫周浩 是我妈同事的一个首人亲戚 此事全是我妈的同事给安排的 虽然只见过一面 但彼此印象还不错 都留了电话号码和微信 这几日偶尔会收到对方的短信 都是很平常的胃吼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许阿姨 好在我妈替我解了围 表情有些激动 又带着一丝惊讶地喂许阿姨 露露找男朋友的事 我谁都没有透露 许嫂子 你咋知道的 这不还是听老崔说的吗 许阿姨将目光转向我爸 笑眯眯地说 老崔 昨天买菜是你给我透露的 你忘了 我爸刚把一块鱼夹在嘴里 忙咳了两声说 是的 是的 确实和你说过这事 不过我也就随口说说 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看以后两人的相处再说吧 许阿姨嗷了一声 没再追悔此事 我妈也安静了下来 估计心里还在惦记着 我和周浩的事 能不能成而烦心吧 吃过晚饭后 我给许阿姨倒了杯茶 我爸去厨房洗碗 我和我妈陪着许阿姨坐在客厅聊天喝茶 许阿姨喝茶的时候 一直悄悄打量着我 那种眼神很奇怪 盯得我回身有些不自在 我妈好像也看出来了 她凑过去笑着喂 你老瞅着我家露露看啥 有事就说呗 许阿姨低头又小喝了一口茶 嘴角的笑意越来越诡异 桂妍 你家露露真是女大十八遍啊 越长越漂亮 说到这儿 许阿姨突然叹了口气 一下把我妈的好奇心给勾了起来 我妈疑惑地说 嫂子 好端端的 你叹什么气呀 许阿姨摇了摇头 没啥 就是觉得有点可惜了 说到这儿 许阿姨又卖了个关子 把我妈急得干瞪眼 你有话倒是直说呀 别有话总是推推图图的 唉 其实 许阿姨再一次直勾勾地 盯着我全身上下打量着 继续说 其实我挺喜欢露露的 也想着 想着把露露介绍给我侄子 只是怕你没嫌弃我侄子 是乡下的 没有敢说 话说得含糊 我和我妈都听得明白 我妈拍了许阿姨一下 有些惊讶地说 许嫂子 你咋不早说呢 我记得以前有一次 听你提起过 说你那侄子长得又高又壮 性格又好 老实忠厚 他今年快三十了吧 许阿姨放下手中的茶 高兴地点头 是啊 贵妍 没想到你还记得 我侄子叫赵楠 今年三十一了 人听老实 就是嘴不太会说 一直逃不到女雷的欢心 这不 两个女朋友都找不到 把家里人一块丑死了 我妈陪着嗷了一声 脸上挤出一些尴尬的笑容 半天没有吭声 不知在琢磨什么 看着心思还挺重的 许阿姨见此情景 忙解释道 贵妍啊 不怕你笑话 我家赵楠 虽然是个乡下的 但将来谁要是给了她 肯定会享福的 赵楠是一个踏实勤快的人 努力可以干 也有些赚钱的北市 去年光是卖茶油 就攒了不少钱 等过了两年 就可以在城里买套大房子 条件还是不错的 我妈连声说 那是的 挺不错的 说吧 起谁给徐阿姨去切水果 端过来的时候 我妈瞪了我一眼说 露露 咋这么不懂事 给徐阿姨的茶添上 我刚起谁 说马上去添 谁知道徐阿姨一把拉住我 笑着拍了拍我的手说 不用了 露露 饭吃过了 茶也喝了 我也该回去了 下次来阿姨家玩 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徐阿姨的手上 有很多老茧子 拍在我手背 感觉硬邦邦的 没有女类的柔软和细腻 这是常年雷月 干家务活 所积攒下来的后剪子 徐阿姨是一个勤快能干又了不起的女人 我一直都会敬佩她 我笑着对徐阿姨点头说 好的 阿姨 徐阿姨走的时候 我妈把切好的水果 拿塑料盒装起来 让她带回去 给叔叔吃 说切好了 现成的挺方便的 徐阿姨没有客气 结果水果盒 笑着说好几声谢谢 还支支吾吾的说了一句 还有 改天 哎 算了 下回再说吧 我妈最听不得话说到一半 她拉着徐阿姨的胳膊 满脸透着疑惑味 别话讲到一半嘛 又不是外人 有什么话不好说的 徐阿姨的目光 又轻轻瞟向我 有些不好意思的 冲着我妈解释说 贵言 我是想 想让我家赵楠和露露见一面 露露是个好姑娘 我是真舍不得她嫁给别人 我妈若有所思的对了一会儿 半晌后 像是打定了主意般 朝着徐阿姨客套的说 嫂子 你的为人我是知道的 谢谢你对我们家露露的关心 不过这姻缘骂 我们再怎么着急都是没用的 还得看他们年轻人的想法 这样吧 有机会 你就带你侄子和我们家露露 约着时间见个面 先看看再说 好吧 徐阿姨高兴地说了几声 又拉着我的手 依依不舍地拍了拍 好露露 阿姨不骗你 我家赵楠真的很好 见了面 你就知道了 阿姨先回了 改天约个时间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 冲着徐阿姨点点头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总觉得这样做不太对 如果答应了徐阿姨 和他家赵楠见面 那周浩呢 阿姨走后 我妈立即把我拉到房间去 她一脸忧心地为我 露露 妈妈对周浩的印象 还是不错的 她是一个幽默风趣的男人 说话也比较实诚 可你徐阿姨也说了 她侄子条件不错的 说不定比周浩还要好 我看你俩见一面也行 多个选择总是没错吧 对吧 我低着头 眼睛盯着地面 思绪有些乱 墙顶的灯光 将脚下的影子拉长 垂头缩薄地 看着没有一点惊谁 我妈急了 又味道 露露 你别不说话呀 坑个声 妈妈喂你话呢 你到底咋想的 妈妈的催促声 在我耳边嗡嗡作响 我觉得有些头疼 为了缓和这种压抑 垂媚的气费 我抬头非常认真地对她说 妈 这事你就别管了 我既然答应了 那自然是愿意见一面的 只不过 周浩那边 我要拒绝了 为什么呀 周浩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说拒绝就拒绝 我妈有些激动了 眼睛瞪得比同龄还大 这事也不怪我妈激动 她担忧也是正常的 毕竟周浩确实挺好的 可周浩再好 我对她也没有那种特别和心动的感觉 我既然答应了许阿姨 要和赵楠见面 那自然是不能满着周浩进行的 这样的行为是不追众对方的 我把心里的想法和我妈说了 她很不能理解 也非常生气 甚至有些指责地说 洛洛 你真的太幼稚了 别说你现在还没有和周浩确定关系 就算确定了关系 只要你们没有结婚 那就还有选择的权利 是不是 感情嘛 总是自私的 尤其是女人 想要拥有幸福 你不靠自己去争取 还靠谁 你以为好男人都会从天上掉下来 妈妈的话虽然有她的道理 但还是让人难以接受 我知道她是为了我的幸福着想 可我真的不想脚踏两只船 这种行为真的很无耻 我要怎么和妈妈说呢 她才明白呢 因为这件事 我和妈妈意见不合 闹得有些不愉快 一晚上都没有睡好 次日早上 我妈吃过早饭 就去超市上班了 我周末休假 在家没了一天 在傍晚的时候 徐阿姨突然打过电话 让我去她家吃晚饭 徐阿姨非常热情 说有个好消息告诉我 等一会儿她侄子 赵楠会过来一趟 听说要给人送油 明天才回去 正好有时间 可以和我见一面 我有些慌乱 心想 怎么这么快呢 昨天才说过的是 今天就 我还没有心理准备呢 我匆匆地回到房间 换了套衣服 提了点水果 去对面 徐阿姨家 徐阿姨正在厨房洗菜 让我自己在客厅玩一会儿 看一会儿电视 等她炒完菜出来 赵楠就来了 我点点头 乖乖地坐在客厅里 安安静静地等着 大概十分钟后 梅林响了 徐阿姨从厨房梅口 侧过头来 笑着说 露露 是赵楠来了 你去帮阿姨开个梅 阿姨马上就来 我朝着徐阿姨 挨了一声 立即起身 一路小跑着 过去给赵楠开梅 心里是有些紧张 打开梅的一睡间 我甚至有些不好意思 看对方 是露露吧 你好 我是赵楠 一道饱满 回后的嗓音传来 礼貌 有客气 我有些发愣 抬头去看她 发现她有一双 黑得发亮的眼睛 正迟疑地盯着我 她见我不说话 朝我挥挥手 你好 我反应过来了 压了一身 立即后退一步 给她让出空间 你好 快进屋吧 徐阿姨正在厨房炒菜 我去叫她 赵楠 谁才高大 比我高了一个头 站在她面前 很有压迫感 我觉得自己的脸上 有些发烫 转谁去厨房的时候 莫名地脸红了 徐阿姨正好端着菜出来 看见赵楠 立即笑着喊 小楠来了 快 快过来帮姑妈端一下 小楠 听着徐阿姨喊着小明 我偷偷地 往赵楠那儿看了一眼 只见她兴高采烈地走过来 从徐阿姨手里 接过一碗汤 冲着她亲切地喊了一声 小心一点 姑妈 我来 一看就是从小感情好 两人脸上都洋溢着 灿烂 微和的笑容 旁人看着甚至会有一些羡慕 徐阿姨见我愣着 笑着招呼我 露露 快过来 吃饭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 嗡了一声 看了一眼桌子 又跑去厨房 帮忙把碗筷摆了出来 刚把筷子摆好 就被徐阿姨按着坐下来 露露 你坐着别动 我来吧 赵楠见我有些尴尬 从口袋里给我掏出一个小盒子 递过来说 初次见面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还是我亲手做的一件小物件 看看喜不喜欢 我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没想到他还会给我准备见面礼 可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啊 心里有些不好意思 在赵楠的注视下 我小心翼翼打开盒子 发现盒子里面装着一条木石手链 是垂天然的石头和木头雕刻的 光滑圆锐 触感细腻 像摸着柔软的羽毛一样 让人感叹和惊讶 我对赵楠道了声谢 表示很喜欢 这对饭吃得有些难为情 我的余光发现赵楠一直在偷瞧我 期间还不停地给我夹菜 徐阿姨满心欢喜 一直在给我俩制造气肺 还不停地在旁边逗着赵楠 哟 小楠 直到心疼人了 不错不错 每次徐阿姨逗赵楠的时候 我都低着头吃饭 脸也烫得厉害 快速地吃碗碗里的 我对徐阿姨说 你们慢慢吃 我吃饱了 急急忙忙地把碗筷送去厨房 出来的时候 正好撞到赵楠 捧着碗筷要进去 我红着脸测开身 没有说话 静止走向客厅沙发 往沙发一处坐下来 赵楠放下碗筷后 也跟着过来 在徐阿姨的颜色下 往我身边坐着 空气像是突然凝固了 我和赵楠都不知道要说什么 坐在沙发上傻愣着 半天没有声响 我实在坐不住了 只好站起身 对徐阿姨说 阿姨 我先回去了 谢谢你的招待啊 徐阿姨见我要走 赶紧冲着赵楠瞪了一眼 紧接着又过来拉着我的手 笑着说 露露 别急嘛 再坐会儿 你也知道 我家小楠 她老实 见着漂亮的美女 就开不了口 阿姨是过来人 一看她那样 就知道喜欢你 我有些难为情地 看了一眼赵楠 觉得她的目光 有些愁愁 像是有话要说的模样 片刻后 我又重新 坐回原来的位置 赵楠也被徐阿姨 推着坐在我的身边 她有些推推土土地 对我说 我的大致情况 姑妈应该和你讲了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可以说出来 有什么想喂的 也都可以喂我 我原来就有些紧张 被赵楠这么拘禁的神态 弄得好像更加不知所措了 对赵楠的第一印象 有些说不出的感觉 和见周浩氏 完全不一样 我应该是喜欢赵楠的 对他有男女间的 那种好感和情愫 否则 我不会看着他的眼睛 就会心跳加速 也不会听见他的声音 就会脸红 对于赵楠 我了解的不多 但总有一种感觉 就好像在我前世 就认识他一样 莫名让你内心愉悦和安定 我喜欢和他在一起 哪怕一句话不说 就觉得欢喜和心动 想早些回去 只是单纯的害羞 并不是我不想和赵楠在一起 我需要回去整理好思绪 想想之后的打算 我对赵楠说 先加个微信和电话吧 等我想起来了再喂你 赵楠的眼中闪过一丝心息 他立即拿出手机 兴奋地说 好 就这样 我和赵楠彼此有了联系方式 从那天见面后 赵楠就经常给我发信息 发照片 全是乡下的风景照 以及他家里的照片 我每次看着都很欢喜 也会给他发一些开心的表情包过去 赵楠是一个老实人 他话不多 但每句话都特别实在 之后 他每次来送邮 都会约我出来见面 我俩不知不觉中 已经在一起半年多了 赵楠说 两年之后 等我在城里买了房 我就娶你 我不知道赵楠两年后 是不是真的买得起房子 但我已经决定了 不管他有没有房 我都想嫁给他 哪怕是倒贴 也想嫁的那种 而且 我自己也有垂款 虽然不多 但也是我自己努力赚的 全都拿出来 应该能和赵楠一起买套新灰房吧 未来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要的不多 只希望能和赵楠好好的 平平安安 睡睡立立 快快乐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